你現在在看的是大爆死 喂! 歡迎回來大爆死 Bandai 模型跟你組一組 一見到這盒是單式封面 就知道是Primmon Bandai 限定了 正式玩這盒模型之前 都要吐一下苦水、吐一下口水 拍片這一天 就是Primmon Bandai 限定的 美國之星高達的HG 1-1-4-4 今天就開始這樣 哇! 屌啦! 升! 我4點準時進去 其實我已經是3點50幾分 stand by 放了三盒入籃 接著一按下一頁已經說 請重新更改數量錯誤 喂! 0秒已經仇慶 即是香港的Primmon Bandai 那個系統是否真的 那麼厲害呢? 那些貨是否真的那麼少呢? 真是生氣到瘋了 好了! 吐完口水了 回回正題了 今天要和大家玩的是Bandai HG 1-1-4-4 機動戰士高達水星的魔女 阿納迪斯之心 吉烏魔靈高達 哇! 好巧口的名字 吉烏魔靈高達 對了! 這一個就是水星的魔女外傳漫畫的主角機 現在是連載當中的 那個盒子其實全黑白 基本上沒有東西看的了 不說廢話了 立刻用來和大家一起看看吧! 阿納迪斯之心這套外傳漫畫 其實就發生在動畫第0集的5年之後 本作的主角就是魔女狩獵後 阿納迪斯 少數死症的醫生 又或者叫做科學家 他就叫做Viruda 故事就說他帶著少年Kiyu 在地球流浪和行衣的生存故事 我暫時看到這一刻為止的結論就是這樣 好! 吉烏魔靈砌起來就是這樣 其實它的裝備是很少的 基本上如果你不算後面那隻虎之手 其實它是沒有任何的武器 先拆出來 待會再慢慢和大家玩 大家試那隻虎的手 由於今次的外傳和TV 都有一段時間的差距 大家想想 它只不過是第0集的5年之後 所以你看到機體和往後的機體 都有一個幾明顯的差別 吉烏魔靈高達的機設 就是由海魯村兼武老師擔當的 其實整隻東西都頗帥 其實我覺得線條都頗簡潔 看上去都頗有型 好!先說貼紙和分析 這次分析我覺得算是一般 因為有一個位置令我很詫異 它是沒有做到分析 大家看到的黃色、粉紫色、白色、灰色 絕大部份是分號色 甚至乎它這個黃色的三角形 都是分件 這些位置我覺得可以的 不過竟然間 古關節 灰色的波形 中間那一節就是圓膠色 竟然前面和後面的波 即是前面這個位置 然後後面這些位置 竟然間它是白色的 要自己補色 這個我覺得是有點難以接受 師傅 Zoom 近一點 順便數一下有什麼貼紙 額頭綠色 monitor 另外額頭前一點 這兩點的綠色都是貼紙 後面這個位置的綠色都是貼紙 那麵呢 再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那麵這個罩 胸口這一塊 和肩頭這兩塊 都是一個透明部分 其實這個設計挺過癮的 整個臉都是透明殼 挺有神秘感 貼紙方面 和過往水星的魔女系列大同小異 基本上這些Chiru Unit 下面的位置 都可以給大家選擇 有沒有發動Parmado Score 的效果 當然 一如以往 發動了柏梅達恆的貼紙 面有兩塊 上下兩塊 不過形狀挺QK 挺難捏 跟著胸口這裏 1、2、3 有三塊 以及胸口的形狀 都比較古靈精怪 我覺得是有點難貼的 這個貼紙 肩頭這個位置 下面那個帕梅達恆 這個位置一定是貼紙 其他貼紙就在虎之手 一會再看 試試它的可動 頭頸連接就波裝 左右旋轉沒問題 輕鬆 這些向上望有一點 頸和身的連接就另一個波裝 因為形狀的關係 基本上只可以常下動 頸沒有得左右轉 OK 到手 波裝連接360度轉沒問題 一個Butterfly 裝 可以向前拉一點 肩頭的裝甲就獨立分件 可以這樣升高一點 平舉 完全沒問題 舉到這麼高都可以 OK 說回廣東話 手臂水平旋轉 前臂就 為甚麼水星都是90度收工呢 差點 拳頭就波裝 空這個位置 和水星基本上整系列的水星都是 都是有個波裝 另外有個水平旋轉 有個水平旋轉 下半部分 古關節 因為沒有裙甲的阻礙 基本上 前後側 都沒有障礙通道 這個位置有個水平旋轉 小腿 前面有一格 就是波裝 這塊小小的裝甲 也是一個波裝 後面 有個水平旋轉 哇哇哇哇哇 驚驚驚驚 很驚驚 那些獅子扣 可以做一個接地 其實看了四集漫畫 這個吉烏魔靈 都沒有甚麼好大的表現 因為其實他只是打了一場 在補級站那邊 要走路那一段 都是打一下 不過那段有個位置 我覺得好搞笑 好有趣 因為男主角Kiyu 雖然很有趣 我看了一開始以為他是女生 Kiyu 就看了Viluda 一些舊的碟 然後他看了Terminator 然後他無緣無故打那些桌子的時候 一腳踢過去之後 無緣無故說了一句Ki-ma-s-e-f-u Sayyolana baby 這樣踢過去 然後Viluda 問他 你哪有學回來的 沒有我昨天看完你的碟 然後有個注釋 就是Terminator 2 裡面的一個 日文的對白 這個位置有一點有趣 我覺得 基本上整個可動都是平時水星的魔女系列的可動基準 沒有太大特別驚喜 Gabu Moring Godad 我想最吸引大家買的 就是這隻 尺寸有點而誇張的手手 現在我們一齊看看有什麼貼紙分佈 先先黃色這個好像爪痕的Logo是貼紙 接著是Chiru Unit 有兩個位置 1、2 這兩個位置也是有透明部分遮蓋的 下面就有一個帕莫得痕的貼紙 這塊大大塊 從這裡橫跨到這一邊 這一塊就很長的 從底下這裡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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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這裡金屬粉紫色4 每一個手指頭1、2、3、4 接著手指弓這裡也有一塊貼紙 貼紙的分佈大概就是這樣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 Tiger Hand 由食指至尾指 每一條手指都有兩個關節 最底這一節就有波裝 之後前面就有一個Hint 可以這樣接曲 放出零軟的姿勢 另外手指弓這裡就有一個波裝 手腕這裡就有一個水平旋轉 OK 除了手指可動之外 其實前面這個柄這個位置有一個旋轉 可以方便調校不同的角度 現在就試試按下去 基本上這個釜姿手是有三種 可以概括做三種的裝嵌模式 第一種就是捉在背部 其實捉在背部就是一個波裝 所以捉在背部之後 也有一個小小可動 但不算很誇張 當然就這樣旋轉就完全沒有問題 OK 那隻釜姿手刺在背部就是這樣 基本上是整隻炭直 沒有什麼特別的 純粹叫做給這個吉污魔靈 就當是一個Booster 大家看到這裡有兩個大大的噴射咀 大家可能覺得這隻釜姿手好像 不太協調 其實釜姿手設定上 原本不是給吉污魔靈用的 而在Gundor 技術開發初期是另一些機體用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反而吃得最初 Gundor 技術是用來做醫療的概念 因為大家如果有印象 他最初用人手動一些很大的機械手 其實都頗有這個概念 所以基本上這個東西原本就不是給吉污魔靈用 純粹是他拿來用的意思而已 另一個拿的方法就是雙手拿著前後兩個柄 大家看到官方的相片 其實那個姿勢很像這個寧願 先先我們180度轉出來 然後將這個位置這樣翻出來 OK 這裡就有那個便 我們可以翻出來 雙手拿著這個虎之手 出這個一揚子 或者寧願的模樣就是這樣 除了拿著兩個柄之外 其實都可以只拿著前柄 可以收回這個 然後我們就將這一節藍色這一部分 就向前屈 屈了之後 大家會發現 可以向前拉一格 灰色這裡 就可以這樣完全接 直接拿著 只拿著前柄其實就吵吵吵吵 要靠這個接駁拍試 一次過馬住這個洞 和這個打橫的插槽 這樣 就這樣 好 完成 單手拿著就可以擺這個星龍拳的姿勢 當然也可以像剛才那樣 還在醫學醫療上面又是怎樣呢 TV 版很集中 就刻畫兩個女主角 而旁邊有些芝徹 甚至乎那些芝徹其實挺重要的 反而好像很忽略一樣 但是這個外傳漫畫 就反而我覺得描述得入獄少少 正如我開頭說 女主角Virida 帶著男主角Q在地球流浪 其實在一開始已經很反映到 宇宙人怎樣剝削地球人 因為宇宙人其實是有錢的大集團 因為地球人想反抗他們 發動恐怖襲擊 攻擊補級站之類的 宇宙人就開始耍手段 就是不派糧食給地球 即是不進口進去地球 補級站裡面的糧食都是空空如也 因為宇宙人的財力實在太大了 控制了地球的物資供應 即是讓他們沒飯開沒得反抗 宇宙人同地球人的鉑惡 就漸漸地形成 Honus 如果你買水星的魔女的Stand 又是會有一個對的插嘴 放一個好像出鐵甲飛拳的姿勢 漫畫我暫時未見到這一下 都頗期待 因為Kiyo 應該會看了Viluda 的碟 可能他真的看了鐵甲脈瀚 才會用這招都不出奇 這個位置有少少期待 接著又講回故事 另一個位置我覺得這套漫畫比較倒肉 就是講醫療方面 為何Viluda 會加入阿納迪斯 原來就是因為他弟弟上宇宙的時候 其實我也不太明白那個症狀 什麼宇宙多孔症 總之因為上了宇宙那一刻 令他的性命危險 所以想透過Gundor 技術去醫治他弟弟 於是就加入了阿納迪斯公司 這個位置強調了Gundor 技術醫療的用途 而故事的發展後來就落到地球 其實人們都發現他們兩人是宇宙人 只不過沒有說出聲 心照不宣 直到Kiyo 用吉烏 去幫年輕人砌好木頭機械人 暴露了他們原來是魔女 原來是阿納迪斯的人 地球人才發現 就跟他們說 不好意思,剛才語氣重了 我們老闆 其實是早期 他們是自願用Gundor 技術 去修復下半身的自願者 不過他就是乖 醫生,你可不可以幫一下他 這些位置就能說到Gundor 技術 如何使用在醫療上 即是外傳有些位置是多好看的 以及挺填補到本邊沒有交代過的章節 這盒模型的一些細節和Gimmicks 都跟大家分享過 這盒東西其實是朋友幫我留的 因為我是完全按不到的 所以我付完錢後 已經是沒有記憶這盒東西是多少錢 總之是200元左右 先說了盒模型 其實古關節的位置 沒有分析真的令我很不解 即是為何一個這麼大件的Paxe 是可以不適合呢 這個我是有點不接受的 所以是打了折扣 但其他位置的分析 我覺得算是這樣的 那隻Tiger Hand 大手手 挺霸氣的 但掠岩前臂的活動 限制掠岩多一點 只要向前接一下 即是沒有旋轉沒有成 好像那個可動是有點受阻 這些我覺得是可以再做得好一點 還有腳眼這個位置 偷膠也是很醜的 有時候都明白為何一些人說 Bandai 用腳做高達 用心做一些冷門模型 有一點點理解 都明白的 除了以上的缺點之外 其實基本上整隻都四平八穩 加上有漫畫的加持 所以擺姿勢 把握的時候都算開心 漫畫裡的Q用得蠻蒙 基本上這隻吉烏 是賣蒙多過賣友型的 而且都算是一架格機 都挺對胃口的 整件事 一套漫畫是否吸引呢 我覺得這個畫家 畫師是功不可沒的 這套漫畫的公仔真的挺漂亮的 而且它經常會有些Q版的頭 這些位置是容易入口的 而且都挺可愛的 這套漫畫就找了曾經繪畫過 有女戰技漫畫版的冬條Chika老師負責 線條是漂亮的 我都建議大家去看一看 講到這裡 其實劇中已經有另一架高達出現了 就是這個亞洛克塔魔靈高達 也挺有型的 看他腳底有個螺旋掌 也挺過癮的 看上去那個妹妹駕駛員 應該是認識Kiyu 看看之後會有什麼發展 也都期待HG會出現那一架高達 還挺期待究竟Virida和Kiyu 即是兩個本身是醫生和助手的關係 而且Virida都一直教Kiyu一些做人的道理 那個關係很微妙 好像是師生 即是不知道這套東西會不會發展到 啊! 師生戀 好像楊過和姑姑一樣 看看之後會怎樣發展 會不會真的情若真不必相見恆晚呢? 一套就玩白俠 一套玩師生戀 都OK 看看會怎樣發展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下集再和大家玩其他玩具 就這樣 拜拜